上個月 尼加拉瓜與臺灣斷交 轉向中國 現在卻傳出 前駐尼加拉瓜大使吳靖木 在斷交隔天獲得尼國的國籍 而且他就居住在當地 沒有返臺 前立委林卓水痛批 這是叛國行徑 要沒收退休金 前外交官則分析 不可能在斷交後申請國籍 外交官不可能這樣做 外交部對此沒有多加評論 而權勢部則是表示 依法須認定有內亂外患罪 而且判刑確定 才能夠追回退休金 尼加拉瓜去年12月10號宣布跟臺灣斷交 火速跟中國建交 此時卻又傳出去年9月 秦次退休的前駐尼加拉瓜大使吳靖木 在10號斷交隔天獲得尼國的國籍 當地媒體更報導 吳靖木派駐十四年期間 對尼國貢獻良多 引發議論 前立委林卓水就批評 這完全是叛國行徑 除了批評該追回退休金 民進黨立委趙天麟也質疑 外交部設命人員離職還滯留 恐怕會產生國家機密保護漏洞 而吳靖木是資深外交官 更是兩度派仲尼國擔任大使 第一任是2007年 第二任則是2017年 直到2021年9月底請辭退休 12月10號就斷交 退休外交官楊成達就認為 吳靖木不可能是斷交後申請國籍 會被外交人員引以為恥 楊成達表示 根據瞭解 吳靖木早在9月退休當時就表明想留在尼國 因此申請國籍 後來才斷交 不過時機點敏感 還是希望他能夠說明清楚 是因為他太太的健康因素 所以目前暫時沒有辦法返回到臺灣 那這個議題 其實外交部長吳昭燮在去年12月23號 在立法院應訊的時候 也已經做出了說明 那目前外交部 我們這邊沒有進一步的評論 外交部對吳靖木是否取得了尼國國籍 沒有多加評論 前外交部長陳建仕認為 吳靖木申請退休前是否知情臺尼的邦交關係 還是只回報好消息 需要透過電報釐清 權勢部則表示 依法須認定有內亂萬患罪 而且判刑確定等情況 才能夠追回退休金 記者韓英朋友組 台北報導 因此 κάν到 報告 感谢观看